欢迎来到可乐都市传说系列64 HIM之影 HeroBrain 相信只要玩过MC的人 就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HIM甚至一度成为萌新玩家的噩梦 但是在1.12版本更新之后 HIM却几乎就不再出现了 就好像他真的被移除了一样 但今天的玩家却说自己 在游戏里遭遇了HIM的影子 这件事情基本可以确定而是有的 不然也不会有这个视频 把有道理打在公平上 玩家的名字叫德鼠 大家听说过这件事情之后 就立刻进入游戏 准备寻找HIM影子的下落 由于已经生存了一段时间 因此物资也是非常的丰富 可为了更高效的寻找 紫鼠决定出门收集点甘蔗 就做一张世界地图 并在地下挖掘了一间地图房 一切准备救济之后 紫鼠就出门了 不然远处的山上 似乎有一道HIM的小波 紫鼠果断靠岸 想姗姗探索一下 紧接着 好像有着神明的力量阻止了他一样 紫鼠觉得十分的诡异 不过自己要找的可是HIM的影子 怎么能被这点小动机吓到 于是他掏出了斧头 强行上岸了 大概寻找了两份半之后 紫鼠在山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一幕 一块黑色的混泥土上 飘着一个南瓜头 而根据网上的说法 如果遇到这种东西 那就代表着你被HIM的影子盯上了 紫鼠也是不敢懈怠 直接将这两样东西挖走 接着就开转回家了 把收检好的甘蔗种好以后 紫鼠准备破建一下地图室 可结果地下竟然变得激怒一天 可自己在出门前 明明插满了火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紫鼠只好重新布置火把 完成一切之后 他来到窗前准备睡觉 可公平确定是 附近有怪物 这就非常奇怪了 要知道紫鼠为了方便寻找 游戏可是设置了和平模式 现在不能睡觉 说明周围一定存在着 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可他在附近搜索了一圈之后 什么也没有发现 再次试图上转睡觉 结果还是同样的 周围有怪物游到 玩家只好进入地下 可当他听话 摁下F5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一个恐怖的事情 自己的影子消失了 当他从地下宝盒时 却看到了房间里 一个东西一闪而过 根据那个发光的眼睛来看 应该就是传说中黑幕的影子 紫鼠这时候也有点慌了 当即爬到附近的一个树上躲了架 直到游戏开始日出